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大仙 12月12日 风和日丽 阳光生豪 我掐死一算 咦 体验服正好更新了 这不是上体验服玩一把的最佳时机吗 为了不耽误时机 我立刻体验服游玩了一番 然而却让我发现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 震惊 大魔大招提强 居然不需要碰到任何物体 就可以产生眩晕 而且直接触发第二段斩杀角 这难道是来自体验服 终极14级加强吗 为了验证这一事实 我们在体验服训练营中进行了测试 达摩的大招 现在只要释放就可以触发眩晕 不需要碰到任何物体 为了验证这一点 我也立马使用了达摩 进入体验服进行实战 实战中我故意把敌人往身后进行击退 故意不使敌人触碰到地形边缘 然而敌人神奇的在撞到空气后 产生了眩晕 并且触发了达摩 大招第二段技能 这个难道就是传说中 已经失传的如来生长 之后我又进行了多次空气击退 无一例外 每次击退都触发了达摩第二段眩晕 我的个怪鬼 如果这是来自体验服的加强 达摩那还不是要上天 等等 如果达摩真的这么改的话 那技能说明中一定会有说明改动 只要查看技能说明 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 没错 情绪之蛙一摸一摸子 于是乎我查看了达摩的技能说明 技能说明中达摩的大招描述 依然是触碰地形边缘会产生眩晕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体验服更新后的实时bug 目前体验服中的达摩 只要放大招就可以眩晕了 不管你后面有没有强 老实说 这也太强了吧 不过bug就是bug 也估计就只能爽这么一时了 且看这个bug能不能挺过13号吧 好了 bug虽然甩啊 看一看笑一笑也就过去了 希望每个英雄都能找到自己正确的变强途径 也祝愿每个玩家都能找到自己心中最强的英雄 王者镜头射威风 欲大仙都得弄 我是上大仙 没玩七年半多余六八八 咱们不见不散